阿貴 阿貴怎麼了 很激動嗎 是 男子林金貴槍殺問獎案在審 7日審潔宣判 但被冤獄奪走的人生最精華階段 再也不會回來了 11年前 王興急乘車司機在車上遭人槍殺 監視器拍下長髮凶嫌逃逸過程 但畫面模糊 只能依據兩名目擊證人 畫出證明長髮凶嫌畫像氣胸 再透過和司機相守的暗魔女 指認林金貴為凶嫌 雖然林金貴否認涉案通過測謊 但因為暗魔女與兩名目擊者都說是她 最後2010年被法院判處 無期徒刑定業 物欲服刑 她一戰含冤沒有殺人 家屬找上冤獄平反協會求助 協會兩度申請再審都被駁回 直到2015年 林金貴姐姐在家中找到一張案發前兩個月 弟弟拍的大頭貼照 證明林金貴案發當時 因人是短髮 跟監視器拍到的長髮凶嫌明顯不符 去年4月或高雄高分院 以發現新證據為由 裁准開啟再審程序 將已復興9年的林金貴釋放 何怡婷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審理後 7日審結宣判 阿貴再次恭喜 恭喜阿貴 懂新聞綜合報導 阿貴